李董,你好 你好 很高興來到我們麒麟峰的溫泉會館 可以請你幫我們介紹一下當地的景色嗎 麒麟峰溫泉會館是在921大地震之後所產生的溫泉 所以說這個溫泉真的是一個上天事宜的溫泉 水質中部是最好的 可以提供我們台中市民的一個休閒養生 還有一個運動的好場所 我們這裡有水療池 溫泉熱池 還有蘭泥樓湯 還有湯屋 適合兩個人來享受的一個溫泉 還有一個住宿 還有用我們的餐點 我們餐點都是以古早味 很道地的古早味 舒服精心所自己 所自己研發出來的一個古早味 相當這個非常的美味口口 還有我們這裡有提供會議 還有這個會議 這個尾牙 春酒 還有連夜飯 還有喜宴 我們都有在辦 不妨如果有知道麒麟峰溫泉的菜色非常好吃的話 我們可以告訴所有的親朋好友 尤其我們這裡的這個土雞最好吃 我們這裡最主要的一個特色就是溫泉土窯雞 這個是全國獨一無二的 它唯一泡過溫泉讓它的酸鹼中和 一個非常好吃的溫泉土窯雞 還有我們自己種的河手屋的烏骨燉雞 這個都是非常的大家只要吃到都說非常好吃 這是我們大坑的一個最好的特色的一個土窯雞 那方便請問林董帶我們參觀一下嗎 可以 現在我帶你們到一個現場 就是大粽子跟樓湯 那我跟我來 就是我們的櫃台 大廳 這個就來到這裡 我們小姐會跟你們介紹這裡的溫泉水質 跟說一些的設備設施 還有如果你不知道大坑有哪裡的景點 我們小姐都會告訴你 最主要是這樣 這裡是我們的宴會廳 可以容納二十一週 一般社團還有獅子會 統計會 這個廳他們非常的喜歡 大家可以來參考一下 住宿的話我們一定有供應早餐 晚餐就要住戶 要智慧 對 大坑麒麟風溫泉最主要的特色就是 河手屋烏骨燉雞 這個是慢慢這個河手屋是用炮製 然後下去燉煮兩三個小時 味道非常的鮮美 雞肉的質非常的Q 非常的韌 非常的好吃 還有我們這個溫泉土窯雞 就是前台灣就是獨一無二 唯一泡過溫泉的一個土雞 然後下去用控油的方法 就是古早味控油 下去差不多兩個小時 兩個多小時 味道非常的鮮美 這裡是我們的大眾池的入口 進來以後進來到這裡 那就把鞋子拖在鞋櫃裡 放在鞋櫃裡 然後就昏男女 昏男女更衣 這個右邊是女生 左邊是男生 找那個鑰匙的置物櫃 在置物櫃的前面更衣 這樣 要穿泳衣是男女共衣 非常好的享受 等一下到大眾池 大家就可以知道 這是置物櫃 就鑰匙在置物櫃前面打開 就在置物櫃前面更衣 穿泳褲 泳衣 衣帽 這個好幾百個 對很大可以容納四五百人 那更衣完以後在這裡就灌洗 灌洗完以後再出去泡溫泉 這樣就OK了 現在是我們的大眾室外池 這個是溫泉熱池 隔壁那個小池就是冷池 就差不多在15度 在上面的話就是烤箱 烤箱有分55度跟70度 有兩個溫度不一樣 我們這裡是碳酸清納泉 就是俗稱美人湯 非常棒 對你的新陳代謝 消除疲勞 腰痠背痛 都有非常好的幫助 對長期泡溫泉 絕對減少很多病痛 對我們的溫泉水質 有一點濁濁的 因為它的碳酸含量蠻高的 再來這個大池 就非常受到喜歡 就是會幫你按摩 水療池 水療池 各種各式的按摩 這個深度差不多在100公分左右 小孩子最好太小了 要大人保護著才可以 光一個小孩子是不行 因為他是按摩全身 要腳底 腰部 頸椎 衝的 用衝的也有 按下去他有定時 對 對 對 好不好玩 因為你啦 好不好玩 好玩喔 好玩喔 你要不要進來玩一下 給我拍一下 前面吼 有混藍女樓湯 對 右邊就是女樓湯 左邊是男樓湯 前面吼 前面吼 對 對 噴霧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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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對 瀑布 就是湯屋 房間 湯屋 有單獨的一個 就是都提供兩人的啦 兩人啦 兩人可以進去這樣 對 兩人泡溫前會比較安全 一個人吼 最好是在大眾吼 泡會比較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嘿嘿嘿 沒錯 民國九十一年到現在了 十幾年了 十三年了 我們這個地方可以提供烤肉區 那這次的中秋節 像一些社團啦 那個像南山 那個保險公司 一次都一兩百人 在這裡烤肉 都不用 都不用 一個人五百塊 再送他泡溫前 非常這個 非常價值 這個職位票價啦 我們庭典餐廳 禮拜六 禮拜天都有提供這個 薩斯風的演出 來這裡用餐 非常的享受 對 這個晚上喔 燈光打下去喔 氣氛非常的好 嘿 還有一個小舞台 晚上的話不會很熱啦 下白天 中午的話 可能會比較熱一點 因為 都有 因為我們真的熱的話 我們會開冷氣 嘿 嘿 嘿 減餐跟套餐這一系列的 嘿 嘿 都可以 都可以 嘿 我們現在請林董跟我們講一下 這裡的位置圖 我們這裡是大坑 就是台中市北屯區 東山路二段六十五向十五號 就是從文新路到直接來 就銜接東山路 一直走到大坑圓環 往新設的方向 大坑圓 離大坑圓環 差不多七百公尺 就 在左邊你就會看到 麒麟風溫泉 這個非常好找 如果在外地 不知道你用Google 打麒麟風跟自主 他一定會可以帶到 這個目的地來 好的 歡迎各位朋友 可以到我們的麒麟風溫泉會館 請